战场上最知名的武器可能就是无人机吧 无人机最早是玩具 后来被应用到影视领域 而现在这些小玩意儿被大量的运用到战场上 不需要复杂的卫星引导 就能达到火炮的威力 非常具有针对性 一般用在战场的无人机制作非常简单 承重5公斤 能在25公里远的地方进行遥控操作 除了反无人机设备外 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武器能针对它 无人机的操作简单 你只需要拿起遥控器 经过一些简单的培训 就可以上阵杀敌了 和这辆加装格炸的汽车 待会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 看看它的伤害究竟有多强 顺便再看看这种金属格炸 能不能防住无人机的攻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坦克底盘 这块底盘有215毫米的装甲 看看无人机能不能对它造成破坏 战争用的无人机可没有手机APP 操作设备就两个 一个飞行手柄 一副眼镜 找到目标 俯冲下去就可以了 测试用的这款无人机 构造非常简单 挂在1.83公斤的炸药 此时可以看到它的敏捷程度 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起飞 找到目标就可以发动进攻了 普通的小汽车 挨一发无人机炸弹之后 直接就成了一堆废铁 真要挨一发不可能有人幸存 下面是带有金属格栅的小汽车 它能不能挡住无人机的攻击 虽然这次爆炸 也对小汽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 但是相比之前那辆汽车 带有金属格栅的汽车受到的伤害 要小得多 最起码车身还是完整的 金属格栅挡住了大部分的爆炸威力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车顶压扁 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幸存的可能 这也正是大部分装甲车 安装金属格栅的原因 它能有效地阻止爆炸伤害 最后 再对坦克底盘测试一下 看看无人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看下坦克底盘的情况 几乎是没有遭到任何伤害 无人机对人员的伤害很大 但是对装甲目标的破坏性 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毕竟无人机捆绑的炸药 没有破甲功能 但不得不承认 现代战争中 无人机的作用真的很大 可以说是现阶段最具有威胁性的武器